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了没有人能开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哪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眉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 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心名 都写在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祝四 第七节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 说 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 祖作用万物的文国 祂是具有绝对权柄和能力的神 祂打开的霉 就没有人能关上 祂关上的霉 就没有人能打开 祖是完美的神 祂降临到这个世间 以水和圣灵的福音 将对人民拯救出了他们所有的罪孽 天堂的大霉 只有靠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的钥匙 才能打开 除此以外 任何东西都不能打开它 因为属于神国的一切 全部都依靠我们的神 第八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霉 是无人能关的 主通过神的教会 已打开了福音传道的大霉 因此 未经主的许可 任何人都不能关上这大霉 圣徒们必须坚持 他们最初的信仰 直至主在末日返回 神的仆人和他的信徒们 必须拥有这种信仰 他们的信仰不应是那种开始时大 而结束时王的信仰 他们必须坚持主赐予对出那种未经改变的信仰 信徒的信仰是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既相信神的国会降临到这个地球上和新天新地里 相信我们大家都能永远地生活在神的国里 圣徒们必须坚持这个信仰 直至他们遇见主来临的那一天 贝拉铁非教会的仆人和圣徒们力量很小 他们也有许多缺点 但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们都能遵守神的道 而不会否定主的名 第九节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至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带你脚前下半 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神说 他将会使假信徒下跪 让他们知道神真的是多么 爱非拉铁非教会 这是他自己的教会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只那些以为自己的信仰 但荣耀神的犹太人 但他们许多人 事实上不是犹太人 相反 他们已成了撒旦的仆人 并且妨碍了神的教会 和他的圣徒 我们需要认识到 今天就像以前一样 许多狂称耶稣名 和拜他的人 都已转变成了撒旦的仆人 被魔鬼用作器皿 神对非拉铁非教会的仆人 特别关爱 神爱他们 并以他们作为荣耀的器皿 第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得到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主特别地赞扬 非拉铁非教会的仆人们 坚持不懈地遵循 他的诫命 没有这种特殊的忍耐 事实上我们不能等到 神应许得到 实现的那一天 要坚持不懈地遵守 他的诫命 我们必须绝对地信仰 神的道 出于这份忍耐 主将一份特殊的报答 赐予了非拉铁非教会 这份特殊的报答 能使非拉铁非教会 免受试炼 这里试炼的时候 指敌基督者的阻扰 第十一节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因为主的来临 已迫在眉睫 圣徒们必须捍卫 他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他们还必须相信 并盼望神 应许的新天新地 神的仆人必须联合圣徒 并让他们坚守信仰 这样神的报答 就不至于被盗走 第十二节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建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新名 都写在他上面 战胜撒旦的人将加入到殉教室 柱子中 他们的名字还会被写在神国的圣殿里 他们将继续被主用作器皿 第十三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有耳听神的道的人 就是神的仆人和圣徒 他们通过神的教会 听到圣灵对他们说话 因此 神的仆人和圣徒 必须留在神许可的教会里 他们必须保护和捍卫这教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